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他的提出猜测预警这件事情的冲击影响 那么再度的跌破了15000点来到14939 跌幅达到0.74% 成交金额还是不到2000亿的1852亿元 ODC的部分也下跌了1.40点 刷盘指数是182.12点跌幅0.76% 成交金额是544亿元 不过呢今天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走势 因为美国所公布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年增率8.5%当然还是非常的高 但是呢不但比6月份的9.1来得低 而且最重要是比预期的8.7%都还要来得低 所以你看到市场就是大涨庆祝 那么如何解读 当然昨天的关键当然是在于说 CPI的部分 那就整体的CPI而言的话 年增8.5% 老实讲还是蛮高的一个水准 那月增是0% 那重点还是在于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上个月的月增基本上是一个 不增不减的状态 这其实才是我们观察 而且也是后续去追踪或是判断 年增会走向的一个关键 那整体来说的话 那当然最大的负贡献 就是造成昨天的整体CPI 是降幅比预期来的大 重要原因还是来的能源 能源的是呈现越减了4.6个百分点 那特别是在汽油价格的部分 汽油价格的部分的话 跌了将近两成 所以基本上是带来很大的一个 负向的一个拉低 整个CPI的一个状态 那核心的部分呢 其实年增5.9 老实讲是跟6A份持平 是持平的 那月增的部分0.3 当然是比预期的0.5来的稍微低一点 但还是一个相当有年性的一个 核心通膨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才是值得后续大家去关注的 那就核心通膨的一个分项来看的话 那非能源跟食物的原物料 年增7% 然后月增0.2% 其实月增幅度有稍微下降一点 其实是相对比较正向 那新车部分年增是10.4 那月增0.6 也就是说新车部分的价格上涨还是持续当中 那这跟缺晶片 然后供应链短缺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二手车部分比较好 二手车部分的年增来到6.6 月增是负的0.4 也就是它呈现月减0.4的状态 那这是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这两块新车跟二手车是推升核心通膨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二手车有开始放缓的一个现象 那这是相对比较正面 那服务类的部分呢 年增是5.5 然后月增0.4 那这还是维持一个缓步走扬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最值得关心的是住房成本 住房成本的部分的话 年增5.7 基本上来说的话 跟整体核心通膨年增5.9 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那重点是来自于它月增是5点 0.5的百分点 月增0.5 那基本上从过去这今年初以来 它大概每年每个月的月增幅度 大概就是0.5 0.7 这中间做波动 那昨天所公布的数据 7月份也没有摆脱这样一个 今年以来的惯性 或今年以来的一个pattern 它的一个步伐 也就是说住房成本的持续往上走扬 其实是造成现在核心通膨 没有办法很快速的 如同整体通膨快速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存在 而且住房成本其实是 有相当程度的僵固性 就是它一旦开始去启动之后 要到住房的需求完全消失 它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幅 那当然是后续需要去观察的 那重点还是在于说 接下来联准会的一个态度 会不会因为这一个 7月份的CPI的报告 而出现明显的转折 这才是一个重点 那刚好昨天就有 两位联准会官员出来发表谈话 那一个是芝加哥联准银行的evens evens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它认为说 今年剩余的时间还是会继续升息 明年也会升息 所以就是9月 11月 12月都会升息 然后明年还会再升 那以确保通膨胀 回到两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呢 它认为年底的一个 利率呢 应该要调升到3.25到3.5 也就是相较于现在 是再增100个基本点 也就是再4码 所以从这个去推敲的话 有可能的升息步伐是 9月再两码 然后11月 12月各一码 这样就会是100个基本点 那这也符合昨天 在公布CPI之后 那个Fatwatch的一个变化 因为Fatwatch在 昨天之前其实市场是 交易出来的结果是认为说 9月份再升3码的可能性 是高于 是过5成的 那昨天来说 则是出现大转折 昨天来看的话 就是只升两码 就50个基本点 其实是高于5成以上 所以目前市场的认定 已经认为说 联总会在9月份 升两码的可能性 是高于升3码 那它有评估 7月份的这个CPI报告 那其实它发表言论是 昨天晚上大概11点 也就是CPI报告刚公布 CPI是8点半公布的 所以刚公布之后 它就有评估这一次的 CPI报告 它说这是第一份 看起来比较正面的 一个CPI报告 但是呢 数据仍然高的 无法接受 也就是说 即使看到降下来 但是市场不应该去 过度的评断 或过度的预期 连准会很快就会降息 因为这个距离连准会心目中的 合理通膨 还是太遥远了 还是非常遥远 对 那 昨天的 下午 昨天美国时间 中午过后 那另外一位连准官员 那卡什卡利 也有公布 也有发表 他的一看法 他认为 他相对起来 来得更银牌 他认为年底的时候 利率要升到3.9 然后明年的年底 要到4.4 3.9 也就是他是非常鹰派的看法 真的 非常鹰派看法 那 而且呢 到目前为止 他认为 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态势 也就是说 他认为 即使 昨天公布的CPI 也不改变他的看法 也就是说 今年明年 其实都会维持相对 比较紧的一个 货币政策立场 那同一时间 他也 有回应市场的一些看法 他认为说 市场评估 连转会明年初 就会开始降息 是不切实际的 比较有可能状况是说 很快速的升到一定水准之后 稍微停下来观察 后续的一个经济跟 通膨的一个变化 再去做下一步的一个 要去进一步的维持利率 还是返向降息的一个参考 那 衰退假设发生 也不会改变 连转会压抑通风的决心 这个是 卡斯卡利的看法 这个好阴派 真的非常非常阴派 真的 其实这跟他过往的立场 是相当不一致 那他 对啊 卡斯卡利 我没有印象中 他这么阴派 卡斯卡利 传统而言是相对隔派 而且在前一次的升级循环 的第一次 他是唯一投下反对票 就是在2017 18年那段时间 其实他是一个隔派的代表 但他现在变得相当相当的阴派 对 因为如果年底要到3.9%的话 那意味着未来还要升六码嘛 对 六码的话 那你只剩下三次会议 是 你要升六码 那幅度要有多强啊 所以从这两位官员的看法来说的话 基本上 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就是第一个 昨天的CPI的报告 并不会影响 联准会接下来的动作 因为毕竟他所透露出来的一个 不管是年征 不管是核心的部分来看的话 还是远远高于联准会的目标 真的 第二个来看的话 就是联准会的官员 现在还是抱持一个 相对比较偏紧的货币政策立场 或是你可以解读 是他偏向鹰派 那从前次 7月下旬那一次利率 绝对会议之后 到目前为止 其实联准官员的立场 其实蛮一致的 就是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升息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 他们不预期会出现一个硬着路 就不预期会出现一个 全面性的经济大衰退 但是出现一个温和的甩水 联准会基本上是可以接受 所以 就 目前来看的话 联准官员的一个态势 大概是如此 那同一时间 其实我们要回到上周五公布的 就业报告 其实就业报告也透露出来 支撑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利润依据 因为就业太好了 就非常非常好 七月份的飞龙就业率是增加了52.8万人 预期只有25万人 那五月六月都是三十几万人 所以是比五月六月甚至是预期都来得更好 十月率进一步降到了3.5 那预期是3.6 其实上个月也是3.6 那平均薪资这才是更关键 平均薪资的月增是0.5 年增是5.2 相较于核心通膨 其实它已经快要追上核心通膨的上涨的速度 薪水快速的增加 所以那一个薪水 然后跟通膨的那一个 连结的循环 螺旋循环已经出现了 已经开始慢慢的酝酿出来 那如果就新增的一个 就各产业新增的一个状态来说 它也是呈现百花齐放的状况 表现最好的人是休闲旅游产业 其实不意外 因为七八月本来就是休闲旅游的旺季 那单月增加了9.6万人 那专业跟商业服务呢 就是反映的是整个经济的活动 至少在商业服务的部分的话 还是相当正面 因为当月份是增加了8.9万人 那医疗的部分呢 是增加7.7万人 那政府增加了5.7万人 然后营建制造业都增加3万人上下 制造业是3万 那营建是3.2万 零售销售是2.2万 相对起来比较偏弱 但是它还是一个正增长的状态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说 就产业类比来看的话 基本上7月份的就位报告显现出来 就是各个产业都还在增加人员的评估 所以显现出整个就位市场是 至少在7月份看起来是非常的正向 非常的强而有力 所以这也是连人会现阶段不担心 所谓的衰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等于是在美国来讲有两份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 一个就是上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报告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就业市场还是非常的旺盛 然后尤其是薪资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这个薪资成长的速度很快 一方面就业市场很热络 让连准会不必担心经济衰退 那么但是二方面因为薪资成长的速度也很快 再加上昨天所公布的通膨虽然比预期要来的低 可是人远远的高于连准会所设定的2%的目标 尤其这边薪资还有在推升物价 然后住房成本有推升物价的压力 这几点因素都使得市场认为连准会可能会转向鸽牌 也许太乐观了一些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去观察后续的金融市场的反应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康河头股总经理黄奕婷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那么美国股市当中 其实昨天公布了重量级的数据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呢 是来到了8.5% 虽然还是很高 但是比预期稍微来得低 所以股市大涨 但是我们又看到在其他的市场 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的像股市一样的反应 因为股市反应是认为连准会 应该就会缓步的升息 而不会快速的升息 可是其他的市场的判断似乎又不太一样 其实昨天的一个金融市场算是非常的戏剧化 特别是各位如果去观察的是股市以外的表现 例如像是国际金价 国际金价在8点半公布CPI的时候是瞬间跳涨的 大概18块到20块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基本上是接近平盘 基本上他就把那个时段反弹的一个状态完全的米平 那同一时间来到战券市场也是 不管各位去看两年期公带之旅的表现 或者是十年期公带之旅的表现 其实都可以看到说在盘中8点半的时候都出现一个快速的跳水 但是尾盘的时候又快速的拉升 基本上其实就是反应 主要我觉得连准会 应该说连准会这两位官员的谈话 是牵动了战券市场的一个交易员的一个交易状态 警戒心 警戒心 因为这透露出其实 不管就战券市场的交易员而言 或者是Evens或是卡斯卡利 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看法 其实都代表连准会不会放弃现在 或是不会结束现在的一个升息的步伐 那在今年底之前应该还是维持一个非常紧的一个 非常快速的一个升息的一个脚步 然后到明年的上半年升到他们心中可能的一个目标区间之后 会稍微停住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反向的去降息 基本上就是要dependent 就是要跟着通膨数据下降的速度来看 假设在明年的上半年通膨数据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你要等到明年上半年 其实很合理 其实很合理 因为现在已经8月了 8月公布7月份的数据 其实通膨数据还是偏高 还远远高于2 所以你觉得今年之内 其实通膨真的要降到一个 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都不可能了 主要还是来自于说 如果看分项来看的话 包含像住房 或是说薪资成本的部分 其实还在缓步电高当中 所以你去预期整个通膨要很快的反转向下 老实讲 就我的评估是不太理性或不太合理 至少数据面不这么支持我们 所以最快要等到明年 才可能真正的看到说 如果通膨真的在明年有一个降温 然后那个时候 才可能真的看得到联准会 有一个相对偏割派的态度 是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看未来的金融市场 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期间 它不只是有联准会的紧缩货币政策 更重要的是有非常多的公司 提出了获利预警 财测预警 这里面尤其是科技公司 不管是NVIDIA 或者是美光 尤其对台湾来讲影响是大的 那这其实是接下来看待美股 短线跟中期的一个眼光可能要不太一致 不太一样的观点一看它 短线上极短线而言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反弹波 那目前来看的话 昨天这根大涨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所准备的一个线图 S&P500的一个线图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昨天的那个跳红大涨之后呢 其实是顶过了230的均线 就原先跟大家报告过 过去两周期有跟大家报告过 这个条200日的均线是非常大的关键 那在昨天之前的一个多礼拜 其实也在这条均线之下做整理 那如果各位再去看100日均线的话 可以看到说 其实过去这两周的时间 一周半两周的时间 就是在100日均线跟200日均线之间做摆档 那昨天的这一个 所谓的利多讯息 其实就让这指数顶过了200日均线 那未来几天假设能够 站稳200日均线的话 那短期反弹的一个可能性还是存在 但是上方的压力区就 马上接连而来 昨天收在 昨天收在4210点 再上 再往上之后呢 其实大概就是4250点之上 其实就会是 原先在四五月之交的时候 一个密集整理区 那时候就会是一个技术面的压力带 所以基本上上方的空间老实讲 并不是太大了 而且如果就量能来看的话 即使昨天这样重大的讯息出来 其实它量能并没有增加 并没有增加很多 它有比过去的整理区间 过去的一个半 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的整理区间 来的稍微增加一点 但增幅并不显著 所以显示说 其实投资人并没有 强大的一个追加意愿 那这会是 接下来反弹 要必须要去观察 第一个 未来这几个交易 能不能占晚260均线 这是第一个观察重点 第二个观察重点 就是量能能不能补上 那如果量能补上的话 那市场还有可能 在进一步的朝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压力带 大概就是4250点到4275点 这个区间去迈进 如果以量能来讲的话 它必须要回到 怎样的一个水准 我们才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 因为它现在在技术线型上面 这个200日均线就 在台湾来讲 我们可能称之为年线 那么底下你看到 这个月线 其实已经是穿越了季线了 其实在台湾来讲 我们就说 这是黄金交叉 所以关键其实就在于 量能不能够跟上 那量能要跟到什么程度 你才觉得有足够的 去化解前面的那一波压力呢 基本上来看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去观察的是 7月份的一个交易量能 因为其实7月份的交易量能 是明显的高于8月份 进入8月份之后 所以显示说整个7月 在第一波的反弹的时候 其实市场的一个交易热度 是比较高的 假设能够回到7月份的 那个交易热度 基本上动能相对起来 会比较相对来的比较扎实一点 那这是一个观察重点 但是回到中期来看的话 其实中期必须要面临的 其实是更大的基本面挑战了 基本面挑战除了 我们看到说经济数据的放缓之外 虽然说零售的数据 没有明显的降温 但是信息面指标 其实都是转差的 不管就ISN制造一指数 消费形成都是如此 那第二个来看的话 其实厂商的行为 其实也是非常关键 厂商来看的话 从烧倒之前的Intel 那到本周 NVIDIA跟美光 其实都是下修了全年的展望 同一时间呢 包含像是Intel 包含像是美光 都讲到 因应未来的经济不确定性 其实他们会是停止资本支出 或是说 缩点资本支出的规模 那这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暗示 代表的是说厂商 对于特别是半导体上游的厂商 对于接下来的一个电子业的营运的展望 其实看的是相当保守 那美光部分的话 其实透露出来的讯息是更悲观 因为美光透露出来的讯息是 客户的需求放缓 从原先的消费电子 扩散到了资料中心 扩散到车用 所以代表的是说 整体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 半导体需求都出现一个 全面降温的现象 那这是值得大家去后续观察 那搭配昨天联想所公布的 对于未来的一两季 其实他认为说 他的营收都是衰退的状态 所以这代表的是 其实电子业的一个中端需求 正在下滑当中 那对照 先前Best Buy Best Buy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消费电子的通路商 他也有提到说 通膨已经严重压抑了中端需求 所以他们的一个 接下来营运展望也是看淡 那然后Walmart也提到说 蓬蓬的高涨 其实也推升了 或者降低了其他消费的一个支出 那而且他们也在做快速的去护存 那这就会对应第二季的一个 GDP的构成 其实第二季GDP的一个 拉下GDP增长的主要因素 就是来自于说库存的下降 所以现在的厂商在去护存的阶段 而不是一个增库存的一个 拉库存的一个循环 所以而且这样一个去护存的状况来看 应该还是在进行当中 所以基本上从基本面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我会判断这一波的一个空投市场 或熊市并没有结束 但短线上这个反弹的一个 氛围还是维持住 至少昨天的CPI 还是撑住了一个市场的冷气 所以短线上的反弹 有机会再往上 那转折点呢 其实就有可能是落在八月下旬到九月初了 那因为财报面的利多渐渐的淡化 然后市场在九月二十几号 下一次FNC会议之前 应该会变得更谨慎的去看待 每一天或是每一段时间所公布的经济数据 透露出来的讯息 然后再去决定下一步的交易 所以在那之前观光分会变得更浓厚 好 所以呢 整个的乐观气氛呢 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月底 或者这个月的下半旬 对不对 可能八月二十号之后 那整个气氛可能就开始要出现一个观望的转折 这个观望的转折